新北市盧州區晚間八點 有二十名的年輕人 他們在長榮路上持刀屑 還有棍棒來對峙 雙方大打出手 警方獲報之後 立即出動快打部隊 但是因為雙方人馬氣焰囂張 警方立即對空鳴槍舞聲 壓制場面 現場二十名男子在人行道上叫修 把路人都嚇壞了 警方調查 雙方人馬是因為互看不順眼 才會各自帶人吸血鬥殴 警方對空鳴槍之後 順利的將現場給控制住 同時一肝鬥殴的嫌犯 也乖乖就範 所幸現場無人傷亡 而目前警方已經把鬧事的 這些嫌犯帶回派出所來偵訊 同時也會依據眾鬥殴 妨害秩序等罪嫌 移送法辦 臨害羨犯帶回派出所來偵訪 臨害羨犯帶回派出所來偵訪